7月23日下午 黄磊在微博发文感叹 时光荏苒 女儿多多已从自己怀里抱着的小婴儿 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更夸赞女儿的表演超乎了自己的想象 非常的稳定投入 而自己和老婆尊丽 在看到女儿感人的表演后 连眼睛都哭中了 不过相信夫妻俩留下的眼泪 除了是被女儿的表演感动外 更有对女儿成长的欣慰 舞台上的多多眼神坚韧 十分投入角色 即使是话剧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表演情势 也毫不怯场 举手投足兼充满了自信 不管是与人对戏 还是独自站在舞台中央表演 多多都表现得非常自然 不仅表情生动 肢体语言也是恰到好处 表演天赋更是显而易见 看着舞台上开心的多多 让人感觉到他似乎并不是在投入表演 而是在享受着自己无忧无虑的年纪 能如此真实地表现自己 能如此认真地投入到自己喜爱的事情中 难怪黄磊夫妇会如此感动和感慨了 多多出生于2006年2月6日 因和爸爸黄磊一起参加了 爸爸去哪被观众熟知 当时作为节目中最大的一个孩子 多多的懂事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节目中的许多细节也体现出了 网美对多多的良好教育 如今才12岁的他 相比之前退去了许多智能 变得更加动视 性格也越来越舒逆 除了性格方面 多多一直被大家称赞了 在才艺学业等很多方面 他也展露了头角 不仅在法国动画电影 《小王子中北小女孩》配音 还亮相巴黎时装周登上T台为Botpoint走秀 除此之外 钢琴画画设计等该具备的技能 多多也都早已解锁 外语水平更是已经到了翻译过三本书的地步 如此优秀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吗 多多之所以如此优秀 相比除了自身的努力外 和父母优秀的教育方法 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真希望黄磊孙力能早日出一步育儿经 恭广大家长学习学习